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明朝时期,济宁府西边的家祥县春寒多风,夏热多雨,秋高气爽,冬季干冷,四季分明 又借春秋时鲁埃宫西寿霍林的传说,取其祥瑞之意,于是定名为家祥县 在家祥县的南边有一个双凤村,村子靠近山林,周边都是溪流 几乎每户人家的门口都会有一眼水井,上面盖着一大块石板,是防止树叶和杂物的掉落 只留一个对外的取水口,这一天,正在村口打水的几个妇人见王海愁眉苦脸地走过来 便在一旁低声细语地说着什么,等王海路过身边 隔壁刘婶喊了一声,孩子,你从哪里回来?王海见刘婶问话 客气回道,婶子,我去了一趟青山寺给娘子祈福 爱,玉华是个苦命的女人,幸亏嫁给你这样的男人 叫旁人早就不管死活了 刘婶叹了一口气,十分同情王海的遭遇 一夜夫妻百日恩,况且玉华是为我受的伤 我断然不会做那种负心汉 王海语气坚决,带王海走远后 几个妇人又开始低声交谈起来 说的都是王海一家的遭遇 王海打小是个孤儿,被村里猎户和得胜收养 临终前又将女儿何玉华托付给她 因此算是何家坠婿 王海和妻子自小相识 两人成亲后也是恩爱两不已 日子一直过得安稳幸福 奈何天不遂人愿 有一日王海在镇上听人说青山上 有一种胡雕静若白鼠 动如白相 他的皮毛极其珍贵 若是能列到此物 便一生不愁吃穿 王海对何家一直心存感激 他知道妻子的体质若不禁风 这些年买补药花了不少钱 倘若能列到这只胡雕 他就可以给妻子买更珍贵的药材 到时候妻子的体质也能有所改善 说不定还能给他生个孩子 王海没有和妻子商量 便找了一个借口说要出趟远门 然后独自去了青山 青山树林繁茂 除了山中寺庙的和尚 嫌有人到此地来猎物 毕竟佛门既会杀生 谁也不愿意在佛祖的眼皮底下 做这种事情 王海为了妻子也顾不得许多 他先是找附近人打听了一些消息 然后一个人绕过青山寺 直接从小鹿进入深山中 他找了三天都毫无所获 正打算放弃时 却见不远处的草丛里有些动静 于是脚步轻轻地走了过去 他扒开草丛一看 眼睛马上瞪大了 只见草丛中有一只毛茸茸的狐狸躺在那里 通体都是雪白的皮毛 与那些人形容的胡雕极为相似 难道这就是花胡雕 王海心情有些激动 还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他找了三天没有任何收获 没想到快要放弃时又让他遇见 王海认为这是上天注定的 只要抓住对方 妻子的体质一定会好起来 到时候就可以给他生个大胖小子 想到这里 他捏手捏脚地靠近 生怕惊动了对方 不过胡雕天生警觉 尽管他在小心 还是被发现了 不过奇怪的是 胡雕回头看了一眼 并没有及时逃跑 目光却是一直盯着他 有一些警惕 似乎还有一丝祈求 王海停下动作看了一眼 这才发现躺在地上的是一只母狐 看腹部隆起的样子 应该是快要生了 他虽是猎户 死在他手下的豺狼虎豹不计其数 但是师父曾说过 猎户最难得的品质就是仁慈 因此要劳记三规 一不殆尽 二不害母 三不杀幼 不带近即遇见猎物不杀绝 不害母就是碰上怀孕 和带幼子的母性猎物要手下留情 不杀幼也是还未成长的猎物 不可滥杀 王海眼下有些犹豫 这是一只待产的母狐雕 他若是狠先猎杀 就破坏了师父留下的规矩 可若是手下留情 妻子又怎么办呢 内心一番挣扎 为了妻子他再也顾不得许多 于是猛地向前一扑 却不想扑了一个空 眼前那只狐狸一下逃窜出去 到手的猎物岂能让他逃走 王海健壮急忙跟上 刚走没两步 就发现地上有血字 沿着这些血迹往前看 正是那只母狐狸逃走的方向 原来是难产了 肯定跑不远 王海一番判断后 急忙再追上去 果不其然 沿着山路追了两三里 终于在一棵大树下面 发现了受伤的胡雕 看你往哪跑 王海咧嘴一笑 说完就要伸手去捉 胡雕眼里透着绝望 他想跑可是低头 看了一眼隆起的腹部 若是再跑就会动了胎气 恐怕两个孩子不保 施主 快住手 这时 一个老和尚出现在不远处 看到这一幕急忙制止 大师 这胡雕能救我妻子的性命 王海急忙解释清楚 这青山上的白虎是有灵性的 望施主手下留情 老和尚是铁了心要保护这只胡雕 话音刚落 一帮小和尚拿着棍棒 从山上冲下来 王海见这种情况只好罢手 他在山脚下蹲了一夜 都没有找到机会 于是兴兴地回到家里 妻子见他灰头土脸的 便追问道 相公 你去了哪里 王海便将自己这几天的经历 说了一遍 他本以为妻子听后会感动 却没想到对方脸色一沉 哀声叹气地说道 相公 你糊涂啊 娘子 我怎么了 不就一只胡雕吗 若是我抓来卖了 以后什么样的药买不来 你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王海说道 相公 你有所不知 这青山上的胡雕又叫紫金花胡雕 据说他的祖上 曾是四大魔王老司魔理兽的宠物 得罪他可是会招来厄运的 妻子脸色担忧地说道 娘子 那都是传说 若不是那老和尚拦着 我就抓住他了 王海一脸得意地说着 这件事过去了三天 王海在镇上干着活 一边筹划着哪一天 趁青山似的和尚不注意 再去抓住那只花胡雕 以他的判断 那只花胡雕刚生产 此刻身子最虚 是抓捕的好时机 若是再晚一些 恐怕再也难抓到了 王海 快回家看看 玉华他 他 刘婶慌慌张张地跑来说道 婶子 你慢点说 我娘子他怎么了 王海着急问道 玉华他在河边洗衣 突然晕倒掉下去 捞上来以后 没多久就断气了 刘婶说道 嗡 王海听到这句话 整个差点晕倒过去 他撑着身体 亮呛地往村里跑回去 一路上哭喊着 娘子 娘子 你别吓我 带他赶回去 发现妻子的尸体 已经躺在地上 乡亲们见他来了 急忙让出一条道 王海哭得撕心裂肺 他还没来得及回报施恩 没想到师父和妻子都离他而去 如今留下他孤家寡人 日子还有什么活头呢 想到这里 王海急忙要跳河自尽 却被村长一把拉住 大声劝慰道 孩子 玉华临终时说了一句话 王海听到这句话 急忙停下来问道 村长 娘子她说了什么 村长回忆了一下 说道 她好像说什么报应来了 要你多加小心 王海一争 突然想起前不久妻子说过的那番话 难道真的是紫金花胡雕来报复了 可为什么对方不直接来找他 却加害妻子呢 王海双眼一眯 刚刚还在寻死密活的 却突然一下冷静下来 她将妻子安葬好以后 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再也没有以前那样冲动 哎 这孩子命苦啊 玉华走了以后 她在这世上就无亲无故了 刘沈叹息道 刘沈 我看不如给她说门亲事 只要有了牵挂 以后肯定会重新振作起来 村长语重心长地说道 一转眼半年过去了 王海慢慢从失去妻子的伤心中恢复过来 这一天 王海在门口晾晒 刘沈跑过来说道 孩子 好事儿 好事儿 沈子 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 王海随口问道 昨日我去街上 看见一群桃荒的人 里面有个丫头水灵得很 她父母过世 现在只需五两银子安葬 就可以把她娶回家 刘沈说道 沈子 玉华刚刚过世 七骨未寒 我岂能另娶 王海没有理会 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 你这孩子 若不是我和你师父交情好 才懒得管你这些事情 那女孩你重不重意 也得看过才知道 刘沈说完 拉着对方就往外走 王海被对方拉着向街上走去 等到了地方 只见一个年轻女子跪在地上 前面放着一块木板 上面写道 父母安葬费无两 小女子已收回报 在年轻女子的身后 两个人躺在地上 身上盖着草席 应该就是已经生故的父母了 沈子 我们替她安葬父母可以 但是娶回家是不能的 王海有些同情女子 对再娶 确实有些抗拒 这话说早了 你看过这丫头在说 刘沈说完 对女子使了一个眼色 那女子健壮 轻声说道 大哥 你是嫌弃小女子吗 王海听到娇弱的声音 忍不住回头一看 一双眼睛确实呆住了 只见眼前的女子单凤眼 樱桃嘴 长得像天上掉下来的仙女一般 咯咯咯 孩子 沈子没骗你吧 这丫头怎么样 刘沈看见王海痴痴的模样 在一旁咯咯直笑 沈子 我 王海回过神来 不知道该说什么 公子 奴家叫小婉 承蒙公子大恩 小婉愿做牛做马 回报公子大恩 女子起身鞠躬道 小姐快请起 我 王海赶紧扶住对方 脸色羞红地说道 我看这门妻事成了 姑娘 王海这孩子心而食尝 你跟着他会有好日子的 刘沈笑着原场道 王海也没有食言 他帮着对方安葬了 故去的父母 随后在刘沈的见证下 两人商定三日后成亲 因为女子没有娘家 便只好找了一家客栈先住下 待到三日后 王海顾花叫亲自来迎娶过门 王海马上要成亲了 而且娶的是一个花容月貌的美娇娘 不过他脸上却没有什么笑容 到了晚上就会想起妻子玉华 他答应师父要照顾妻子 却没想到害得妻子早早去世 再娶 毕竟是一件大事 他决定等天亮以后 去妻子坟前把这件事解释清楚 天一亮 王海就拿上妻子 平时喜欢吃的桂花糕 来到妻子玉华的坟前 他坐在那里说道 娘子 我马上就要成亲了 可惜这次新娘不是你 你知道吗 其实我的心除了你 这辈子容不下其他人了 只是 他念叨了半天 准备起身回家时 却见对面的山路上 走过来一个老和尚 他定睛一看 正是那天在青山上 阻止他抓胡雕的和尚 王海对上次的事情 心里有些记恨 便不想理会对方 于是转身想从另一条路绕着回去 他刚走没两步 却听见身后的老和尚喊道 施主慢走 老那此番下山化缘 是为 王海回过头呵斥道 老和尚 这里可不是青山 我来祭拜王七 你也要管 请客间 老和尚就走到王海的面前 他双手合十道 阿弥陀佛 施主 我见你满面红光 却又印堂发黑 近日有喜事发生 哼 关你何事 王海冷横一声 不想理会对方 老和尚摇头叹息道 施主 你被胡摇缠身 大难临头而不知 王海听到这句话 脚步突然一顿 他走到老和尚面前说道 老和尚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老和尚心平气和地笑道 施主 此事说来话长 你且告诉我 近来可有事发生 王海觉得眼前这老和尚肯定知道什么 于是把最近遇到的事情 还有自己明日就要成亲的事都说了出来 老和尚略加思索道 这女子定是有问题的 若是老那推测不差 那紫金花胡雕一定是来寻仇的 寻仇 那现在怎么办 王海神色担忧道 施主不要急 明日成亲让我来 老和尚说完自己的计划 取下手中的一串佛珠说道 施主戴上他 危机时刻 或许可救你 王海将信将疑 不过还是接过佛珠戴在手上 随后他又打听了关于花胡雕的一些事情 知道真相后心惊不已 王海与老和尚分开以后 便回家做明日成亲的准备了 他邀请了村里的父老乡亲 明日要大摆宴席 就算是二婚也办得风风光光 第二日 王海骑着白马 后面跟着一顶四人台的花轿子 队伍浩浩荡荡地往客栈走去 拜了堂 成过亲以后 新娘子被送到房间 王海则留下来陪着众人喝酒 新娘子头上披着红盖头 静悄悄地坐在床头 这个时候咯吱一声 房门被人推开 相公 是你吗 新娘子娇羞地喊了一声 进来的人没有说话 从里面将门窗紧紧关上 然后静止向新娘子 相公 你为何不说话 新娘子又喊了一声 可是耳边除了脚步声 还是没有半点动静 相公 莫非你也休了 那不妨把蜡烛吹了 我们好好享受春宵一刻 新娘子说完就要掀开红盖头 呼 突然一下 整个房间都黑了下来 新娘子娇羞道 相公 想不到你这么心急 快过来吧 男子慢慢靠近床边 本以为两人会潜意绵绵 没想到房间里却传来一声惨叫 只听见新娘子尖叫道 你 你是谁 阿弥陀佛 狐妖 你看看老那是谁 老和尚双手合十道 话音刚落 王海和一帮乡亲们 举着火把冲进来 将整个房间照得通亮 老和尚 你多管闲事 新娘子呲牙咧嘴 看着房间里的王海满眼怒意 我好心帮你安葬父母 你为何要害我 王海看着女子 一脸不解地问道 哼 是你害死我的孩子 我要你偿命 新娘子说完 猛地朝王海扑过来 哼 这时候 王海手腕那串佛珠 突然发出一道金光 直接将女子弹了出去 旁边的老和尚眼疾手快 手中的缠障向前自一指 一道金光射出 新娘子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王海有些于心不忍 他转身看向老和尚说道 大师 还请饶过他吧 老和尚点了点头 随即对着女子念了几句经 只见地上的女子 变成了一只雪白的花胡雕 王海一脸惭愧 向众人讲述了那段王室 当年他当年不顾师父教会 对正在产子的紫金花胡雕下了杀手 当时虽然被青山寺的和尚阻拦 但是紫金花胡雕动了胎气 肚里那些孩子都没有保住 花胡雕心生怨恨 于是私自下山 暗中加害了正在洗衣的何玉华 他又化身弱女子小婉 想在洞房夜吸干王海的精气 却不想阴谋被人拾穿 王海至此也明白过来 自己为了救治妻子 因一己之私 不仅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想到这里 他扑通一声跪在老和尚面前 然后虔诚地说道 恳请大师收我为徒 我想剃度出家 老和尚一脸笑意 他低头问道 你可想好了 入我佛门 从此清灯常伴 再也不能杀生了 王海点了点头 他这一生上山打猎 不知道造了多少杀孽 如今亲人离去 他膝下也无子孙 去青山寺当个和尚 用余生去守护青山上的生灵 就是最好的选择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 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